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utoGPT的使用 AutoGPT是一个自动生成文本的AI模型 非常适合用于文本生成场景 在教授这个知识点时 可以通过展示一些AutoGPT自动生成的文本内容 向学习者介绍AutoGPT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在实际应用方面可以自动写作 智能写作 智能推荐等场景为例 向学习者介绍AutoGPT如何自动生成文章 标题 推荐等内容 实际应用范例 智能家居 可以通过向学习者介绍智能家居的概念和技术 以及智能家居产品的应用 让学习者了解AI在家居领域的应用 医疗诊断 可以通过向学习者介绍AI在医疗诊断领域的应用 如通过AI算法分析 CT图像等方式 帮助医生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自动驾驶 可以通过向学习者介绍自动驾驶的概念和技术 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 让学习者了解AI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当今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高效 以下是更多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 适合50岁以上的年龄层学习 智能健康管理 智能手环 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 可以收集个人的健康数据 并通过AI算法分析数据 提供健康指导和建议 如心率监测 睡眠监测 运动机部等等 智能金融服务 智能投雇 智能理财等 AI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通过分析个人的风险偏好 投资目标等因素 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理财建议和投资组合 提高资产的收益率 智能交通管理 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分析城市的交通流量 交通状况等信息 为驾驶员提供最佳路线建议 减少交通拥堵和事故的发生 智能教育辅助 智能教育辅助技术 如智能家教机器人 智能学习软件等 可以通过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AI技术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指导 智能安防监控 智能安防监控系统 可以通过人脸识别 行为分析等AI技术 对危险行为进行预警 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总的来说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创新 学习人工智能知识 可以让50岁以上的年龄层 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也能够更好地享受人工智能技术的益处 为什么50岁了 还要学习Charge GPT AI人工智能呢 尽管50岁以上的年龄层 已经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储备 但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对它们来说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对我们的生产 生活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可以让50岁以上的人 更好地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生活的变化 其次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可以拓展50岁以上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 通过学习新技术 可以锻炼大脑的活跃性 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 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知 最后 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不仅在高科技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而且已经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学习这些新技术 可以为50岁以上的人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乐趣 例如智能家居 智能健康管理 智能金融服务等 这些应用可以大大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因此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可以让50岁以上的人保持年轻的心态 跟上时代的步伐 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和便利 oljus2000 at email.com 如何开启这样的学习之路 以下是开启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的建议 了解基础知识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之前 需要先了解基础知识 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技术原理等等 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 文章或者参加线上 线下的课程等方式进行学习 寻找学习资源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需要有相关的学习资源 可以通过搜索相关的网站 论坛 博客 YouTube等平台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学习工具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需要相应的学习工具 例如Python编程语言 TensorFlow等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包 可以通过在线课程 教学视频等方式进行学习 参加线上 线下课程 参加线上 线下的课程是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 通过参加专业的课程 可以更系统地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也可以与其他学习者交流经验和建议 练习实践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需要进行实践操作 例如编写代码 构建模型等 可以参与开源项目 完成实战案例 参加挑战赛等方式进行实践 与人交流 与其他学习者交流 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建议 可以通过参与在线社区 加入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相关的讨论组 与其他学习者交流 分享经验和技巧 总之 学习AI人工智能 Charge GPT等新技术 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和时间投入 但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 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oljus2000 at gmail.com 30到50年以后 未来的生活将可能跟AI产生什么样的关系 是否以一位100岁的老人家 可能面对的实际生活应用作预测 未来的30到50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人们的生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AI将在各个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预测 智能家居将更加普及 未来的智能家居将会更加智能化 AI技术将会被广泛应用于家居设备和系统 实现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家居生活 医疗健康将更加精准 AI技术将在医疗健康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包括精准医疗、远程医疗、智能健康管理等方面 自动驾驶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未来将会更加普及自动驾驶技术 通过AI技术实现车辆自主驾驶 提高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教育将更加个性化 AI技术将应用于教育领域 实现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教育模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验 金融服务将更加智能 AI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 实现更加智能化的投资建议、风险评估、财务管理等服务 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以上是可能的预测 但实际情况还需要根据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变化来具体分析 对于一位100岁的老人家 未来的生活将更多的受到科技和AI技术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需要重视人类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 保证AI技术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的需求和利益 主要创建者简介 林大卫博士 牧师毕业于建国中学、台湾大学、1991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于1994年定居在美国 拥有经济学和神学专业三个硕士和两个博士学位 20多年来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南加州地区教会中服侍 包括贝克斯菲尔德地区的教会 尔湾地区的教会 曾在洛杉矶最大的韩语教会 耶稣基督荣耀教会 Glory Church of Jesus Christ中担任唯一的华人牧师 三分之一在水流直视站为HTML第一代网宣和传媒工作 走访过上千处北美教会和基督徒机构 三分之一的时间转入神学教育领域 在全球顶尖神学院正道福音神学院 创新神学院等服饰神学教育工作 主要集中在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 并受邀通过俄罗斯 欧洲 美洲 亚洲和各国的许多地方教会服务 对圣经全市和神学牧养有系统性深入而全面独到的见解 林博士创办并全力协助文修基金会的各项活动 积极连接盼望之家和实物银行等慈善机构 并且应用人工智能 区块链 大数据等技术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和全人类心灵成长 因为在父亲生前答应了父亲去拿一份工作 来照顾母亲和家人 在父亲过世之后回到美国 就正式地接任了media meta ctvLV的office manager一职 3月份正式开启KOGCTV的工作 3除以14-15刚刚在我们Las Vegas的26.5电视台频道 举办了一场历时27个小时的全球教会弟兄姊妹KOGG12 Conference的直播节目 目前在周间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30分将开始英文导读时间 期盼在各地掀起更多爱主显现之人 带领更多人得救 建立读经 祷告的生活 倘若有更多华语工作的需要 我们也会考虑开办中文课程 请各位为林牧师新的职场生活带导 我盼望以牧者的角度来协助银发族 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并且轻松愉快地掌握好这些最新最前沿的科技项目 由于有30年全时间服侍主的经历 希望所有参与学习者也能够以奉献的心态和角度 来配搭我们KOG神国度的各项工程 首先希望您为这个影片点赞 分享并且成为我们的订阅伙伴 其次 以后我们将有很多公益性活动 也期盼您在每一项事工中 因为得到帮助 而愿意至少为这些事工奉献一美元美元 我们期盼透过众筹的方式 完成神的国度事工 我们联系方式 Official Website HTTPSKOG1 EmailInfo2G1 May God bless those who love Him In God we trust and help each other in Christ Iv נ network of you Lug text anme bր EmailInfo2G1 b 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